呵呵呵 好 接下來呢也是在 108全中運 華倫溜冰項目的最後一場的比賽啦 最後一場的比賽 高中男子組的三千公尺的接力賽 五隊喔 一起比喔 沒有分組了 這邊屏東啊 潮州高中 派出來也都是 名將如雲了 沒錯 嗯 黃震忠 蔡承軒 郭立揚 這個金牌選手啊 林辛浩 高原市的龍潭高中 黃文鵬 林劍佑 陳莊紫辰 以及陳劍翰 彰化的陸港高中 黃若銘 林俊遠 廖玉祥 黃關瑞 以及台中市喬泰高中的陳盛馨 蕭伯林 吳孟學 還有黃漢偉 嘉義縣的羅東高商 張盛楷 張家豪 余震偉 以及吳允媛 全中運有華人溜冰喔 其實當然是推廣華人溜冰也鼓勵這些 國高中生 國高中生啊 從事華人溜冰上部的選手 之外 還有一點 我覺得很重要 我們這個現實面一點來講 有獎金啊 就現世至少有一點獎金啊 因為包括了以前我們叫區運 我們叫古老的時候叫做台灣區運動會 然後後來變成全運會嘛 就是各縣市的那個激勵獎金 有時候選手就一年就是 這一年就是靠那個獎金 對 真的 當然 國高中生的話 獎金沒有像區運會啊 區運會那麼多啦 就是幾十萬 金牌就是十萬之類的 對 但是我覺得 基本上我是覺得這樣子啦 就是 雖然 錢不是萬人的 但是沒錢真的是萬萬不能 就是 這就是很現實的事情 所以其實我覺得如果 他們可以從小就開始賺一些獎金 然後都存起來留著 其實你以後你可以想要做很多你自己想要做的事都會比較 容易 是 對 玉婷講的重點啊 存下來 對 不要拿到獎金就花掉喔 這個不行喔 存下來 像我基本上是 譬如說我看到某樣東西很喜歡 我就會給自己一個目標 OK 我今天如果沒有拿到金牌 嗯 我就不能買 喔 喔 對 我都是這個樣子 對 因為我記得那時候亞運的時候 我就在飛機上 就看了免稅商品 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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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說哇好想要喔 然後那時候我就說好 我拿亞運金買的話我再買 喔喔喔喔喔 金牌 銀牌也不行 不行就不行 對 變成一個刺激自己 好鞭策自己 激勵自己的一個 誘因這樣 後來你有買了嗎 有買了 哎呀好好好 犒賞一下自己 拼到一個 讓全台灣振奮的 亞運金牌 不過比較不好意思一點的是 我那時候在飛機上要買的時候 剛好就遇到一個台商 嗯哼 他很熱情的就幫我付了錢 我真的是超級感謝他 當時也忘記問了一下他的名字 或是留名也什麼之類的 但是非常非常感謝他 我就有很多東西 我講的喔 因為 認分的台灣嘛 對不對 每個人都為你們的表現感動 對所以其實 當 你知道全台灣有這麼多人在支持你的時候 你真的是很感動 哎呀 好啦這個最後一場的比賽啊 屏東的潮州高中 沒意外的話看起來應該是 潮州高中 跟桃園的 在拼金銀牌 嗯哼 兩隊已經拉開距離了 對啊潮州高中這邊郭立揚喔 300500的雙料金牌選手在正中 而且他是排的第三棒 那前面 我們講到專業的部分 這個玉婷有講到 第三棒是要跑 最後的衝刺的 對 最後衝刺棒 所以基本上他們排 排他最後一棒是合理的 是合理的 對因為郭立揚單全快 這次全中運他已經拿到兩面的金牌 不過其實這次屏東實力真的非常堅強 嘿 哎呀講到屏東 明年就下一屆的全中運就在屏東了 對啊 所以華人溜冰項目還是一定會有啦 我覺得 嗯 屏東真的是 他們也是一直以來他們都不會太差 屏東 大家仔細看一下這邊 交棒 郭立揚 其實你就會發現到了高中男子組的時候他們接力的方式就會比較 就會比較順 嗯哼哼哼哼 郭立揚的這個編號是1057 唉唷 哇 這邊拉開距離了 對因為剛剛那個 龍潭的選手有被影響到 往外漂太外面去撞到完成接力的人 哇這個距離要在追就有點難度 唉唷 那裁探剛才有提醒喔 其他的學校可能 完成就是 接棒了之後的要閃遠一點點喔 對因為其實如果你有影響到後面的選手的話裁判是可以判你 嗯哼哼哼哼哼哼 看來如果沒有意外的話草州應該是屏東的應該是 可以拿下金牌了 因為其實當前面的譬如說像你這邊單圈大概都615秒好了 你後面的要追上來 你一定要比他快 嗯 不然頂多就是維持跟他保持距離 嗯哼 可是要比郭立揚快 太難了 太難 太難了 他我 沒記錯的話300公尺單圈是6到14秒7 郭立揚 代表草州高中啊 摔先離達終點 馬俠勒高中男子組3000公尺接力的金牌 你有看到郭立揚的停下來的方式 這就是保護輪子的停下來的方式 對 感覺有點危險喔 我也要保護輪子 他自己摔倒 不過應該是還好啦都高中基本上這種控制都比較穩一點點 不過 速度太快還是有難度 是 郭立揚300公尺的金牌的成績是24秒 24秒337 非常的狂 對啊所以你能夠跟他等數 就已經很了不起了 還要比他快才有機會贏他們 3分52秒33 好的在108全中運 有史以來第一次有華人溜冰項目 全部的賽程都結束了 圓滿的結束 但是在 高雄人舞的國際華人溜冰場 所進行的三天的賽事也 圓滿高一個段落 史上人舞的國際華人溜冰華人溜冰 李巴黎 可卓 ov